井间提起了白雪 让魏央心里是七上八下 太后也提出 让魏央接白雪过来同住 认识白雪在先 不算对不起公主盈狱 魏央向太后表明 自己欲收复何惜之志 一是 魏国灭秦之心不死 迟早会有场大战 二 变法正在爬爬 朝野根基尚未鼓 三 新都刚刚开始刑建 举国全力以赴 太后闻听 大为感动 待夫君对魏央是深深一败 魏央表面上 以变法及整军的 关键时期为由而婉拒 内心里面却是汹涌澎湃 立马修书 叫为师爷去找白雪 盈狱归来 魏央心里只着急了解 太子一事 对盈狱并没有表示关心 盈狱也不气恼 只做引导夫君关切自己 盈寺流浪至黑林宫 亲身体会到心法的深入民心 先前风调雨顺 也会饿死人 现下有粮有酒有肉 风衣足食 先前打仗立功 还是老兵头一个 一有征兵 男人四处躲藏 现下打仗立功 可以加绝 从建民奴隶 实现阶级跨越 都争着抢着 要参军打仗 你还别说 这个现如今这官府啊 还就是有办法 一讲战 二讲耕 农户纳粮 超过官定数目一倍 也刺绝一级 独子不准参军 李政愿瞒下实情 送儿子参军 新兵入伍 欢送仪式 庄严肃目 老兵上酒 姑娘赠鉴 老人无法参军 可以努力耕作 同样可以加绝 农耕的积极性 非常高涨 太子迎四 已然找到 魏央叮嘱盈玉 太子一事 牵涉人事太多 不予走漏 太子行踪 太子牵涉的人 事太多 谨慎为好 嗯 听你 对太后 只说寻访经过 不说太子吃苦惊醒 对君上 什么也不说 数年后 迎四作别 黑林沟的乡亲 决定再行游例 寄行与她的黑草姑娘 要随她浪迹天涯 迎四因被流放 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而拒绝 也许就在明天 我就会变成一个废人 甚至 所以我只能流浪 只能去漂泊 直到我死 我没有资格去爱 在遭到拒绝之后 黑草 跳崖殉情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本集完 欢迎大家订阅评论